时隔四百天的出京游,我们选择从天津开始。 这次我们体验的是天津酒店的天花板,天津利斯卡尔顿,位于海河边,著名的万国建筑群落。 酒店的原址是晚清时期,英租界的工布局大楼戈登堂,解放后成为了天津市政府。 在2013年的时候,这里迎来了国内第十家利斯卡尔顿酒店。 虽然酒店是唐山大地震后重建的,但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部装饰,都可以感受到设计团队在尽力还原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风格, 也就是这个古堡初建的那个年代。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最强盛的所谓瑞布洛帝国的时期,工业革命的原始积累加上殖民掠夺,赚钱的速度不要太快。 如果你也有这样一夜暴富的机会,想要做些什么呢? 当年英国的土豪们就选择花式宣富。 家具嘛,不仅要舒适,还要大尺寸的才够气派。 衣橱,柜子这些,都要凹凸有质才够特别。 屋顶要雕花,墙面贴壁纸,夸张的壁炉搭配华丽的水晶吊灯,蕾丝窗纱,还要有精致细腻的油画和瓷器做装饰。 总而言之,所有的物件上都写了两个字,不差钱。 当然,为了迎合现代的审美,酒店在这个基础上,也增加了一些黑白几何图案和线条。 这些Art Deck风格的元素,可以很好地中和过于繁琐奢华的维多利亚风格,给酒店增加一些时尚感。 在整体欧式风格的基础上,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中西结合的设计。 比如一进门的位置,尸身人面像的花台搭配了青花瓷花瓶。 网红楼梯两边的油画,一边是西方,另一边是东方。 仔细一看,哎,他们居然还一一对应。 酒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大航海。 在维多利亚时期,汽船的出现使得运输和贸易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而天津也是那个时期重要的通商口岸。 所以在行政酒廊、电梯里,都可以看到很多大航海的相关元素。 酒店的另一个主题是China Rose。 之前看到网上有争议,说这到底是月季还是玫瑰。 这里指的是原产于中国的月季,因为它也是天津市的柿花。 而且下午茶和水疗也是以月季命名的。 当然,在现实中我也分不清,酒店的插花到底是月季、玫瑰还是墙威啊。 一起来看看房间吧。 check in的时候,酒店已经满房了,所以这次住的又是双床房。 房间有50平,衣橱、行李柜、mini bar这些都隐藏在柜子里,和墙壁融为一体。 卫生间是双洗手盆。 戴森的吹风机、马桶配了喂洗粒,但并不自动。 屋外还有一个小院,院外就是空中花园,不过冬天的实用性不大。 我觉得这家酒店在装饰的细节上处理得很好,经得起近距离欣赏。 这次我们是通过FAX渠道预定的,升了一级行政房,还送了待遇。 感觉比大多数只升房不送待遇的例子要大方一些。 一板每刀的消费额度被拆分成了餐饮和水疗各半。 餐饮方面,弟子的行政待遇包括一天五顿饭,除了三顿正餐外,还有下午茶和宵夜。 其中工作日的早餐只在一楼的香溢自助餐厅提供。 楼上楼下的早餐都吃过之后,还是推荐大家尽量选择一楼的自助餐厅。 菜品的种类要比酒廊丰富很多。 除非你像我们一样,碰到了满房,早餐大排队。 酒廊可以给你多一个选择。 午餐和晚餐的菜单每顿饭都不一样,至少我们住的两天没有碰到重复的菜品。 口感和味道都不错,不会出现有些自助餐因为长时间加热,像水煮菜的情况。 我尤其喜欢这里的泰式风味的凉菜,开胃爽口,让我在吃饱的情况下还能炫很多。 如果不能运动消食的话,一天吃满五顿真的很难。 但是我做到了,当然只坚持了一天,第二天还是放弃了下午茶和宵夜。 酒廊的服务恰到好处,每次过来工作人员都会热情地打招呼。 没有过度打扰,但你需要的时候他们总能及时出现。 健身房这次我们就没有体验。 泳池目测比较小,应该容纳不了太多人。 另外,酒店还提供附近三公里的用车服务。 不过只能随缘,不能预约,反正跟我们没什么缘分,你可以来碰碰运气。 酒店周围随处可见十九二十世纪的欧式建筑。 距离五大道景区也很近。 有很多当年北洋军驻扎留下来的名人故居。 看着那些藤蔓环绕的老房子,在附近的街道随意逛逛就很惬意。 或者晚上去海河边看看夜景,也是不错的选择。 好了,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三连支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